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高中化学科 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单元是电解1 主讲和平高中刘士诚老师 今天我们来从事三个电解的实验 首先我们将锈化钳的粉末放到电解槽里面 然后为了融化它所以加热到500度C 等到这个物质完全融化之后按下开关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时候阳极会有红色的气体 阴极会有灰色的金属 接下来我们进行电解氯化钠的水溶液 我们将氯化钠的水溶液放到电解槽当中按下开关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阳极及阴极均有无色的气体产生 但是并没有金属发生 最后我们进行第三个电解实验 我们将1m的硫酸酮水溶液放到电解槽当中 按下开关开始电解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会发现它的阴极会产生红色的固体 而阳极呢会产生无色的气体 从这三个实验中我们可以发现 电解不同的融质及不同的状态会有不同的电解产物 所以本单元要探讨影响电解产物的各种因素 本单元有三个学习重点 首先我们利用电解融融的锈化钳 来说明电解融融的离子化合物的产物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说明利用惰性电解氯化钳 及硫酸酮水溶液的产物 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来说明如何利用电解的原理 来预测利用惰性电解氯化钳 水溶液的产物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刚刚电解融融锈化钳的实验 它的结果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实验过程中电路的变化 电子呢由电池的阳极出发 到达电解槽 那因为进入了电解槽得到电子 所以这是电解槽的阴极 经过化学变化以后 电子会从电解槽的阳极回到电池的阴极 因为电子从电池流出的能量高 所以是负极 那么到达电解槽时呢 能量也比较高 所以是负极 所以负极接负极 电子流出电解槽后能量比较低 那么回到电池的阴极能量比较低 所以是正极 那电解槽的正极接电池的正极 那么在电解的过程当中 融融的锈化钳会解离出千离子 因为受到负极电子的吸引 所以向负极 阴极来游动 那么在阴极得到电子产生还原半反应 也就是千离子会得到两个电子变成钳 那么它的标准的还原电位是负的0.13伏特 并且产生钳 在这个反应的同时 融融的锈化钳中的锈离子 因为受到阳极正极的吸引 向阳极来移动 那在阳极产生氧化半反应 也就是锈离子失去的电子产生了锈 锈的分子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它会产生红色的锈的蒸汽 那它的标准氧化电位是负的1.07伏特 那么如果我们将阳极的半反应 跟阴极的半反应相加起来 成为全反应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全反应电位是负的1.2伏特 当全反应电位是负值时 表示这个反应无法自然发生 必须外加电压 当我们外加电压大于1.2伏特的时候 这一个电解反应就可以产生 那在电解融融的锈化合物的实验当中 因为没有水的参与 所以非常单纯的金属的阳离子呢 会跑到阳极去得到电子而形成金属吸出 那么非金属的阴离子呢 会跑到阳极去失去电子 形成非金属吸出 因此我们要电解得到活性大的金属 及非金属元素时 为了避免水的干扰 必须电解融融的眼泪才可以产生